各位学员大家好 我来帮你解释西家家的这个函数的负载 函数的负载 其实它的函数的负载呢 跟这个加瓦是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那我们就把它分为呢 这个不同类别的函数负载 就在西家家有这样的说法 就是这个负载呢 就是我们所谓的polymorphic 就是这一个多态性的 就是我们在前面谈了很多多态性的 都是属于这一个不同类别的一个函数负载 也就是属于同一个类别体系的这个函数负载 这样子 就是这一边也有一个叫play 鸡类有一个play 那么类类也有play 那这边也有play 这样子的这个叫做 同一个类别体系里头的函数负载 但是它又是跨类的这个函数负载 它是在同一个计程体系里头的函数负载 那么但是它又分散到 这一个族群里头的不同的类 那这个我们称为叫做多态性的函数 OK 那么另外一个我们在这一张所谈的 属于第二种就是同一个类别里头的这里头有好几个play 就是这样一个类里头呢 就自己就有很多个play 那么这个我们称为比较狭义的 这一个函数负载的概念 那我们在这一张主要的是谈第二种 所以在这里呢 就是再帮你稍微复习一下 就是不同类别之间 那么都可以来做函数的负载 就是不同的类都可以有这个同样的这个play这样子的一个函数 所以呢 我们例如说这个在音乐厅在购票的时候 那你对于卖票的机构 不管它是谁 它都可以提供order ticket这样的一个功能 那么那就表示了 这些机构就有某种的这个信息的凍态性 信息的凍态性 那信息的凍态性呢 就是要简化这个沟通的这个接口 让客人觉得很方便 比如说如果未来 那么这个肯德基跟麦当劳都会有一个统一的接口 大家都叫买汉堡 或者买这个蛋挞 或者大家称为一号餐二号餐三号餐 那这个就是叫做同样的 用同样的信息 就是说这些不同的物对象 可以接受相同的信息 那个这个叫做凍态性 像这个就是在同一个类别体系里头 同一个族群 那每一个类的对象都可以接受play的信息 这个叫做凍态性 那凍态性有分为 它两个独立的类也可以 如果说我有两个独立的类 那么都提供play 提供play 那对于我这个客人来讲 那我可以送message 同样都是送play这个message给他 他都会有反应 都会帮我服务 这个对我而言也叫多态性 只是我们在前面几张手谈的多态性 都是主 指的大部分都是同一个族群 它有互相的 负质类别的关系 OK 那就是第一种 就是没有关系的独立的类别呢 也可以 这个函数的负载 那么同样的族群里头的 更能够函数的负载 那么同一个类别里头的 也可以函数的负载 所以它总共有三种 总共有三种 那这里就是在告诉你这三种 都是同一个目的 让客人觉得方便 因为到哪里都可以用同样的 这样的信息来取得服务 所以这个整个其实都叫做多态性的观念 不但让使用者方便 也让这个软件的设计呢 更有弹性咯 因为它随时可以设计新的对象 加入这个服务的行列 那内部的运算过程呢 可以弹性的调整 这叫做多态性的效果 让使用者以一致的信息 跟一群的对象沟通 让使用者觉得对象 好像都能够很亲切 好用 无论是这个以前用过的 还是新的都是一样的 这种感觉的 非常好的用户体验的感觉 OK 那不同类别的函数负载 就是刚刚所说的这两个 不同的独立的类别呢 也可以有函数负载的这种概念 这种概念 那么这种概念呢 尤其是应用在这个运算符号的 叫做operator的overloading 这个用的很多都是属于 跨类别的 跨类别的 那么函数负载又成为 多重定义 那就是一个函数的名称 那有不同的定义 有不同的内部的 这个代码 内部的代码 那么我们怎么去挑选 最好最适当的这个函数定义呢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来看一个例子咯 现在有这个class叫concelhold 那有一个class叫做rean 有没有 这两个class都同样有这个order ticket 这样的函数 同样order ticket这个函数 那这两个类呢 并没有继承的关系 它是独立的关系 那每一关都可以 那这样也算是 我们可以随意的把message 丢给它的对象 也可以丢给它的对象 那对我们来讲都是很方便的 例如呢 这有产生一个a 这是C++的 产生一个对象a 产生一个对象v 那么a也可以order ticket v也可以order ticket 就像买火车票 你可以到很多个 这一个商店去买火车票 那么买的都是一样的 这一口 那你就会觉得很舒服 这个就是多态性 就多态性 OK 那这个时候 它的区别是 用a点来做区别 用a点来做区别 OK 所以这个区别呢 用对象来区别 所以没有问题 所以叫做猫叫老鼠叫 这样是没有问题的 好 因为既然是不同类 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 用不同的对象 来给它做区别 用给它做区别 所以不同的类 但是同样的函数 同样的函数 所以当信息叫 传给猫的时候 猫叫医生 传给老鼠的时候 老鼠叫医生 声调不同 因此呢 我们产生的 这个效果不一样 因为它的内涵不同 例如说 电脑可以弄 可以跑 人类可以弄 但是同样的信息 接受者不同 其的执行过程不同 结果也当然就不同了 这叫做不同种类 不同类别的函数负载 那么现在我们来谈一谈 这个相同类别 就同一个类别里头呢 也可以函数的负载 譬如说 抗设后 那这样的一个音乐厅 那里头只有两个 这一个同样的函数 都叫做order ticket 都叫order ticket 但是它的参数不同 它的参数不同 就依照参数的不同 来决定调用哪一个函数 OK 就依据这个参数的 个数跟它的形态 来做区别 来做区别 所以呢 在这里 你看这个council hole A 然后A点 因为就同一个类 都是A点 然后ticket 这边是没参数 这边有一个有参数的 所以没参数的 它就调用到 这一个没参数的 那有参数的 就调用到这里 所以就依照 这个参数的个数 跟形态 来找到最配最相配的 最相配的 所以呢 就可以找到适当的 是透过这样来区别 第一个不谈参数 因此就调用到这个函数 第二个信息 有一个参数 那就是一个string 它就找到这一个 string的这样的一个函数 那这就是西家家的奏法 那其实呢 跟加瓦的奏法 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好的 谢谢您哦